只剩下几天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 两党候选人都在积极拉票 民主党候选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10月30号 在华盛顿发表选举结论演说 据1月6号冲撞国会事件为例 强调以团结对抗特朗普的分裂 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宜介绍 记者现在就在白宫南面的投票日草坪上面 这里也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今晚要来发表竞选最后结论演说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很多的支持的民众 挥舞着美国国旗或者是穿着竞选标语的衣服 来给他声援 故意之所以选在白宫南面的投票日草坪 来发表最后的演说 正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在2021年1月6号的时候 请特朗普的民众从这里出发到国会大楼 来冲撞国会 当时也是先从特朗普就在这里来告诉他的民众说 我们一起游行到国会大楼吧 那所以呢我也询问了几个参加的民众 对于所谓的1月6号冲撞国会他们的看场 我们本来今天就着急于 ком麻生的 We're here today to ensure that Kamala Harris is our next president 对于是我们下决定的 And what happened in January 6th understand Trump's watch to have never happened It wa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and i can't believe that people think what he did was okay 哈里斯在演说当中就特别的强调说 特朗普把美国公民列为敌人 他想要动用美国的军队来对付这些美国人 而且他也会释放126号袭击执法人员的暴力极端分子 或是由破坏和分子 斯瓦丹也看到了有多位哈里斯在哈尔文学院的学妹 来参加这次的声援活动 我感激烈去看什么事 看见如果哈尔文学院我们 进入职业的职业 那哈尔文也说他承诺 将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订阅 将国家至于党派之上 将国家至于个人之上 现在我们的声援活动 我们的声援活动 我们的声援活动 我们的声援活动